咱家没有宝贝了 不要再翻了 好不好 肯定会有的 上次翻了 翻出来了啥 翻出来了 11个手机 废旧的手机 你看姐姐在翻 来来来 这里面全日一些资料 那里面会有吗 你觉得 轻薄要在这个里面 我吓吵了 啥 以前的这种粮食币 是不是 那大家看一下 你们见过没有这种 粮票 没有了 没有了 还有吗 这个还大呢 是不是 这比那个还大呢 哪还有呢 哪还有呢 看姐姐在哪翻 姐姐在那上面 爸爸那个屋里没有宝宝 没有 那就那一个柜子 那肯定没有 还没找呢 哎呀 我都不知道谁家的宝贝 会放到这么闲眼的位置上吗 妈妈 这里面都是啥呀 你看看 我不知道 都是你的东西吧 我没动过 我也不知道 这个里面全是一些扣子 看到没 这个应该是这个的补充 哦 那个烂了是吧 对 打叉到这 我那次在网上看到 就是这种古老的钱 可以换房子和车 换房子和车 有这么夸张吗 真的 然后呢 看新闻的 然后呢 然后在我家翻了一圈都没找到 居然你家居然都有 我们家还这么多是不是 就是 这些都是我从奶奶家拿回来的 然后就不接放牢了 今天我和姐姐把它给找出来了 都已经好长时间了 来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啊 五十斤 二十斤 一十斤 还有这么多 这些包到底能换啥 奶奶给你说过没 这些到底能换啥宝宝 能换好多好多钱 不可能 这是流动粮票 让它翻面 可以购买粮食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见过呀 我是第一次见 我也是 me too 姐姐说什么 me too me too 姐姐也是 都挺新的 我觉得 我跟你说 网上说的那种 然后家里的那些钱 可以换房子换成 那是特别特别古老的 咱家根本就没有那种 不要去轻易相信网上的这种 知道不知道 这个也是在这里面发现的吗 对 它啥都有了 这个里面跟聚宝盆一样啊 什么都有呢 我也不知道 哥哥姐姐们 你们知道这些纸币 到底可以买多少东西吗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的 我也是第一次见 我都没见 我更别说你了 不知道到底能买啥 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要在视频下方评论哦 肯定有人知道 拜拜